为了扩大护育区范围 并制定自治管理条例 台东新政府已在9月16号 召开了第二次说明会 但是当地刺痛部落阿美族人 却完全对说明会不知情 主人表示 护育区开放观光客进入 不只会带来大量的垃圾 影响海洋生态 同时更会影响 主人下海采集的权利 学者专家也认为 政府单位因尊重部落意见 遵守原机法精神 根据一月娃自我成立 抵触原机法 只要有一个原住民去告发 大概我们县政府 就很难继续走下去 为观光客带来什么财源 这个种种我们一定是不同意的 因为你是单向思考 从来不及思考我们部落 因为我们部落这样子会造成 很多价值观改变 就是生活改变 甚至进入到所谓的部落的衰微 示威然后到瓦解 台东新政府将在30号下午 在刺痛部落召开说明会 主人表示将为串联附近部落一起监督 制定符合主人期待的自治条款 记者本家在台东北南采访报道 好 好 谢谢观看